你们想想 你带着兄弟出了城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 突然就被敌人打了 所以遇到敌人的直射火力 到底该怎么办呢 美军关于接敌反应的战斗训练操点 是这么说的 首先呢 接敌反应的前提是 部队是按照正规的移动方式 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行进 即便前方的单位接敌 位于后方的单位仍然能够进行激动 否则全员被敌人压制 那就非常被动了 当前队接敌时 首先要做的是判断敌人火力的来源 然后立刻还击 在还击的同时找到最近的掩护 对了 不是趴下找掩护 然后再还击 而是立刻还击 然后找掩护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击可以压制敌人干扰敌人的瞄准 让他不能在你找掩护的时候 依然精确的瞄准你 不然你撅着屁股找掩护的样子 在敌人眼里就是非常好的靶子 其实2001年的美军操点 还是先找掩护再还击 但到了2007年的ATP3-21.8 就变成了立刻还击 然后找掩护 期间这几年 大约美军也是交了不少学费 现在丝瓜人间地狱战争复炎等等 很多游戏都做出了火力压制效果 所以说立刻还击还确实是有用的 有人可能要说了 哎呦我还击的时候没有掩护被敌人击中了 怎么办呢 这个战争总归要有伤亡 愿助教光环拢盗着你 大不了40秒后又是一条好汉 对吧 如果你是乘车作战 那么就要立刻下车 加强警戒 并增强对敌来西火力方向的压制 同时车辆撤出交火区 火力组长和士兵此时要快速判断形式 并将敌人信息上传下达 千万别自己只顾着闷头打 别等你被打死了 上级和队友还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呢 一般美军用所谓的3D来描述敌人 具体来说就是距离方位描述 比如说100米12点钟方向 两个AK47 或者说500米我夜光9的方向 一辆不战车 火力组长要用指令 指挥火力组将火力合理分配给敌人 免得所有人都冲着一个方向打 比如说某某某敌人步兵 一点钟方向100米开火 如果你是坦克车长 可能还要加上弹药的种类 比如你要跟车主去说 穿甲弹 敌人步战车 11点方向500米等我命令 基本的火力分布方式呢 可以有正面交叉总身三种 火力组长可以根据敌人分布的情况 安排火力分布方式 找到掩护的士兵也不能闲着 要用精确火力不断打击敌人 同时向火力组长更新敌人方位 如果可能的话 还要向便于发挥火力的位置移动 而且还要需要注意左右队友的位置 别打着打着队友就散了 此时班长应该移动到前线 根据敌人火力的密度和精准度 对敌人情况做一个判断 他得问自己几个问题 全班是否要撤离 阶级的单位是不是已经压制了敌人 敌人具体在什么位置 有什么掩护 到底多大规模 己方的侧翼是否安全 有没有通向敌方侧翼的隐蔽路线 如果火力组自身就能消灭敌人 那都好说 如果解决不了 就需要由班长决定下一步动作 如果班长认为 接敌的火力组已经压制了敌人 自己一个班可以解决对面的敌人 那么就可以进行班组突击 由后面未接敌的火力组进行迂回 或者两个组交替掩护前进 如果班长认为接敌的火力组 没能有效压制敌人 也就是说自己一个班 解决不了对面的敌人 那么就可以指挥 后面没有接敌的火力组 加入对敌的火力压制 将全班作为所谓火力基础 然后请排长指挥排击突击 让排里其他的班对敌人进行迂回 或者两个班交替掩护前进 无论是班组突击 还是排击突击 执行的都是标准的火力与移动战术 由一个单位担任火力基础 压制 牵制和孤立敌人 由另一个单位作为机动单位 抵近通过近距离战斗消灭敌人 当然如果任务有特殊需求 班长也可以选择绕过敌人 或者直接撤退 不过一定是在请示上击之后 答应我 拒绝坑队友从我做起 好吗 好了 这期我们就聊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